歡迎來到膠攝現場 Plastic Photo 到 HK 今天只剩我 Joey 一個為大家討論一些 News 另外兩位比較忙,工作要務繁忙,所以今天讓我來頂一頂 餘孕節,即是說過了,但我想 Canon 是否真的有興致給大家驚喜呢 其實不是的,在 2023 年 3 月 30 日,這個是香港 Canon 說到 EOS R10 要 Recall Recall 是什麼意思呢?就是EOS APS-C R10 用機頂燈,即是自己來自閃燈的時候 就說到它會啪一聲這個位置,啪聲這個位置 都很久沒聽過這些翻譯的字眼了 即是奇怪就奇怪,即是說 Canon 出這些小機仔,來自閃燈,好像 R Mark II 雖然我都很少用,因為都沒什麼機會用這些閃燈仔 因為這麼小顆丁屎的小顆,拍出來的東西應該很硬,又不漂亮 但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都會有這個拍拍聲,我真的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講這些閃燈,我也挺肯定,知道閃管不是它自己生產的 即是外於都是 QC 啦,對吧? 這一部機生產的量是不是真的很多呢? 我又不是很相信 都出現這些問題,可想而知,即是是不是現在這麼難去預計呢? 還要是這個型號,其實普遍都應該還是 Made in Japan 那我真的有點擔心 那它就是有一個 Serial Number 你可以回去給它 Recall 那它是做了一個服務承諾 當中就是你的 Serial Book 頭的兩個號碼是01至10之間 那你就可能是這個受影響的產品 那去到這個網站,其實就可以搜尋你的 Serial Clock 是不是中招的 那個 Recall 的意思就是給你免費維修 就並不是一活一的 那可想而知,你就要放下機器給它維修檢查 那但是通常去到這些 Recall 的情況之後 我覺得,只是幫你修理,是不是不是那麼好呢? 在說你又不是真的賣了那麼多 那一不離二,即是同一日的新聞 那這個就是 Canon Japan 的官網來這樣說的 那就不是 Canon Hong Kong 的了 所以我也是看到大大隻Google Translate Logo 告訴我們 就是在無反和單反的好換鏡頭 EF 即是舊鏡 51.2 又有免費維修 那有什麼現象呢? 就是在高溫拍攝式下,可能曝光就不太準 令到拍照的時候,光暗會產生變化 就有 Error 021 這個情況之下 那這支鏡都有差不多一年多 那前面的號碼如果是來自 18,40,19,40,20,40,21,22 照我所計這樣說的,生產的時間出現的話 又是要回收 突然間,為什麼所有問題都會來到這個情況之下 在漁人節前發生呢 這件事都真是 Canon 給大家一個笑話 反而呢,我們有一個位置 就覺得是有值得去參加 就是說,免費維修、驗修期限 EF 鏡在日本的情況下 可以維修到什麼時候呢? 2022 年 咦? 那就是還有三年貨仔玩一下 那就是說,現在大家都知道 RF 鏡是不太原備的時候 尤其是有這些性價比比較高 因為那次RF 51.2 都挺貴 那還要繼續可以玩的話 大家還有三年貨仔玩一下 在可以驗修的情況之下 那所以大家就要把握時間 就去給它看一下檢查一下 就算多點檢查也好 你也知道 Canon 鏡 它自己尤其是對焦情況之下 中間會不會有些 Tolerance 的問題呢? 那值得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回到剛才說的 R10 出現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在這麼短的生產情況之下 出現呢,我是有點驚奇的 因為在說其實呢 就是 R10 和 R7 啦 我自己都... 即你身我都幾經常會拿一部 M6 Mark II 出現 那如果在 APS-C 機裡面來說 你又喜歡 Canon 的顏色 又喜歡 Canon 它對焦的時候 譬如說 Touch Screen 啊 你轉焦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這樣說 真的做得不錯 但是到它真的要犧牲了 EOS M 系列這個系列 其實我是覺得 是非常可惜 甚至乎有點生氣 因為大家都要看回 在這幾部機裡面來說 在 M50 Mark II 可以說是它最後出的一部 EOS M 機 其實都是2020年10月的事 即近乎2021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你就已經要 discontinue 了這個 Series 了 然後你又出了一部機出來 而且比它更貴 而它的效果就沒有它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是對於一種用 APS-C 方式的 M Series 機器的人 是很不公平的 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其實它到現時為止 真的設定為 RFS Series 的鏡頭 只不過它只有三次 就是 Tele Zoom 、 Standard Zoom 和天涯鏡 還要大家都要知道 其實它每一支鏡頭 是跟上一代的設計近乎一樣 還要收多少少光圈 是不明白的 即是當你只是把同一樣的產物 重新是用第二個 Mounds 來出一次 而你決定要將它的 Functionality 和 Performance 降低這一下 其實真的不知道它是為了趕走些人 還是為了什麼 還要現在 連 QC 都出現問題 那你叫人們怎樣對這個 Plattform 有很大的期望呢 難道每個人都買了 R8 APS-C 有它的生存價值吧 Cannon 麻煩你生靜 喜歡你的人就會變成恨你的了 大家好 又是我嘉涉人工智能分析師小宇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支很正的相機鏡頭 這支鏡頭 加上有兩片飛球面鏡片 保證中心和邊緣的畫質都好出色 不止這樣 這款鏡頭還有一個獨特的特點 F2.8的光圈 這個意味著你可以在較陰的環境下 拍出更明亮的相片 不用擔心會模糊或者黏淡 對於拍視頻的你 原廠的廣角鏡一般價格不非 這支鏡配合機身防震 可以說是你的神兵力氣 重點是價格親民 只需要2800元港幣 看完這條片還可以減300元 賣單2500元而已 你都別說不抵呀 總括而言 F2.8是一款絕對值得擁有的鏡頭 不論你想影風景 建築還是人像 它都可以令你的作品更加出色 快點去交涉官網買啦 記住在結帳當時入賣 Discount Code ThanksEmily 就可以減300元啦 千萬不要錯過這款那麼靜的鏡頭啦 還有五年原廠保用 按的價錢在哪裏找呀 當然是Pasticphoto.hk啦 等等先 現在星際天場和Digital Trade 都摸到又試到了呀 還快點下去看看